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十种鲨鱼 大白鲨只能排第四 第一名你能猜到吗 第十名 地精鲨 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哥布林鲨 是盘踞大海最深处的一类鲨鱼 它的长相可以用诡异来形容 而且它还有一项特殊技能 就是弹射自己的嘴巴 这项技能的作用就是可以将猎物狠狠地咬在嘴里 地精鲨的皮肤呈透明状 所以在深不见光的海底 透明色的皮肤就像它们的隐形衣 起到伪装自保的作用 不过当它们被抓上岸后 皮肤会变成粉红色 地精鲨被科学家们称为鲨鱼界的活化石 由此可见它的稀有和研究价值 第九名 公牛真鲨 虽然它的名字让我们感觉很可笑 但它却是世界上最危险的鲨鱼 而且它还是唯一能够在淡水里生活的鲨鱼 它们大多生活在沿海河流地带 经常穿梭在亚马逊河流域 公牛鲨属于攻击型选手 个性好斗 全世界有一半被鲨鱼袭击的人类 都是公牛鲨造成的 所以我们在游泳的时候 千万祈祷不要碰到它们 第八名 叫巨口鲨 听名字大家可以想象出它的样子 它有一张名副其实的大嘴 可以轻松吞下一个成人 不过它的性情比较文静 没有私要猎物的习性 它们会很好地利用自己大嘴的优势 进行吞咽式进食 它们的主要食物是小型鱼类 因为巨口鲨也是生活在深海中 又不活跃 所以直到1976年才第一次被发现 第七名 锤头鲨 它的名字也很符合它的气质 因为它头部两侧向外凸 左右还有凸起的眼睛和鼻口 看起来就像一个锤头的样子 它的两只眼睛距离有一米 所以它是名副其实的视野开阔类型 锤头鲨属于鲨鱼界的杂食者 除了肉类 它们还以水草为食 它们有很多天然之类 也不是太阳 然后我们再次进行鲨 的确定 就像一样的一样的水草 和鼻口鲨的样子 就是这个水草